以电脑绘图的方式把动物和机械结合呈现出全新的样貌 这边则是采用压克力颜料的画作 可爱逗趣的图样相当讨喜 而这幅由作者谢宜如创作 画中颜色鲜艳充满同趣 获得评审青睐 从22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第一名的佳基 就是我有个目标是希望 让观赏者看我的作品的时候 是可以待久一点 所以其实我里面会暗藏一些小零件 有点像迷宫 可是可以怎么会多了一支什么 然后又多了一支什么 好像看起来像什么 就是让你会去用寻找的 就是你在观赏的时候 会特别想要多看这样久一点 总奖金45万元的台湾美术新帽展 每年都培育不少新一代艺术家 这次已经是第11年举办 同样邀请全国35岁以下的年轻艺术家参加比赛 在评审的评选之下 今年共有22位作者入选 参赛者优异的作品也让评审大为赞叹 那因为我们每年这样子持续的一个办理 那也提供给我们很多 目前就读艺术院所的一个年轻创作者 他们一个努力的一个机会 那也就是让他们有能量继续再往前充斥 主办单位也表示 年年祭出高额奖金就是希望鼓励年轻人 能够激荡巧思 发挥自己的潜力 努力创作出好作品 也为台湾艺术界注入心血 主办单位也希望民众能前来欣赏 一起为年轻艺术家的表现喝彩 记者田赵伟台中常报道